是台东绿岛 在下午发生了一起轿车 被落石砸中的意外 车上驾驶和乘客分别受到了轻重伤 准备后送到台湾来急救 就在刚刚下午两点左右 一名年约四十岁的流行驾驶 开着黑色轿车 前进绿岛马蹄桥路段的时候 就被突然从山壁上滚落的落石砸中 车顶当场就被砸凹一个大洞 后车窗碎裂 天窗整个变形翘起 连引擎盖都有凹陷的痕迹 巨大的撞击力道 造成了流行驾驶 头部受到重创 当场血流如注 而车上另外一名女乘客 也受到了轻伤 还好两个人声明迹象稳定 已经申请后送 准备送到台东来急救